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还是不信他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主啊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主的绑壁向谁显露呢 他们所以不能信 因为以赛亚又说 主叫他们瞎了眼 映了心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 就指着他说这话 虽然如此 馆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 只因法利塞人的缘故就不承认 恐怕被赶出会堂 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 过于爱神的荣耀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 他们还是不信他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主的绑壁向谁显露呢 他们所以不能信 因为以赛亚又说 主叫他们瞎了眼 映了心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 就指着他说这话 虽然如此 馆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 只因法利塞人的缘故就不承认 恐怕被赶出会堂 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 过于爱神的荣耀 很快的约翰福音一到十二章就要结束了 在这边约翰特别针对 从一章到十二章行了这么多的神迹 耶稣说了这么多的天国的信息 而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不信呢 因此约翰就引用了两处的 以赛亚书的经文来说明 第一个是引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一节 主啊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主的绑壁向谁显露呢 在原本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一节的时候 这表达出以赛亚对于他侍奉的一个失望 好像是说他们他传了半天 都很多人都不相信 甚至是绝大多数人都不信 那但是呢 很快约翰又把这个以赛亚 在六章十节他蒙召的经文也拿出来了 这就所以他们不能信 因为以赛亚也曾经说过 主教他们瞎了眼 应了心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我们如果没有回到以赛亚书第六章 以赛亚蒙召的时候 这段经文的上下文 光光只看这一节会有很多误会 会觉得说 哎呀 神故意让人家不要悔改 好叫他们被审判 神很坏 不是这个意思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 我们看见以赛亚他蒙召的时候 他是满怀着热情 因为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六章 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 在那边 我自己常常也被这段经文说来鼓励 第六章的时候 以赛亚书第六章 第八节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就说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哇 满怀的激动回应神 想不到神就告诉以赛亚 他所要去执行的任务是什么 上帝就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有 耳朵发沉 眼睛昏迷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便得医治 哇 以赛亚一听 哇 人就慌了 想说 这个这样的一个呼召 这怎么承受得起 他说 十一节 我就说 诸啊 这到几时为止呢 这个就是以赛亚书 第六章的一个背景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这边呢 他的一个上下文是这样 就是说 耶和华要以赛亚 就是不断的 去宣讲信息 但是以赛亚同时会发现 他不断的宣讲 神的信息的时候 不仅百姓没有办法 因为这样的悔改 百姓会因为 他已经决定不要听 他已经决定不要看 他已经决定心要 遮蔽起来 所以呢 你越讲神的信息 和真理 光越照在黑暗 他们就越反抗 越不看 越不听 心就越封闭 所以不是说神 故意让他们封闭 而是说神就是要 透教以赛亚 就是你去传讲信息 但是你越传讲 他们就是已经硬了心了 那我也认凭他们硬的心了 那最后呢 你就会发现 是他们 一直听这个信息 却一直选择不要得救 一直选择不要接受 一直选择 要走他们罪恶的 这个道路 直到灭亡为止 那所以呢 在这边其实 约翰就是用 以赛亚书这两个经文来解释 为什么耶稣行了 这么多神迹起事 说了这么多宝贵的真理 人还是不信 因为人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他就是黑暗 不要接受光 所以呢 耶稣反而越讲 这个天国的真理 越行神迹起事 这些法利赛人 宗教领袖啊 还有那些 骄傲之大的人 或是在黑暗里面犯罪人 他们就越不听 越不看 还记得那个 在使徒行算 第七章的时候 司提反 在讲真理 做见证的时候 想到最后怎么样 百姓不想听了 就捂着耳朵 然后拿石头 打死他 不听了 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 给我闭嘴 打死你 那这就是这边 所讲的一个现象 那以赛亚因为看见 他的荣耀 指的是 看见神的荣耀 也可以说 好像 无形中也看见了 未来的那个 弥赛亚的荣耀 什么样的荣耀 这个荣耀 很特别 约翰弗里面所讲的荣耀 都是一个 让我们觉得非常 陌生的荣耀 这让我想到 一个德国的神学家 叫潘霍华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 这是一个 陌生的荣耀 奇怪的荣耀 跟我们很陌生的荣耀 是这位上帝的荣耀 因为 他的荣耀 看起来一点都不荣耀 他的荣耀看起来就是 大部分人都 不信他 这哪有什么荣耀呢 但是 约翰却说 这就是他的荣耀 两方面来讲 第一方面 当他越宣讲真理 光越照亮黑暗的时候 就越显出光他 很硬心 不硬接受黑暗 就越显出人 他选择在罪恶中灭亡 但同时也显出神的公义 这是第一个荣耀 第二个也显出说 耶稣好像那个神的仆人 以赛亚一样 纵使人都不信 他还是一直不断的继续宣讲 纵使他越讲 大家越抵挡他 甚至决定要杀他 他还是要讲 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 他愿怎么样 万人都得救 所以你看 这个都不信 可是第44节 耶稣在他整个完成 一到十二章的公开服事的 最后一段 他仍然怎么样 大声疾呼 耶稣大声说 信我的 不是信我 乃是信那差我来的 人看见我 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 我到世上来 乃是光 叫凡信我的 不住在黑暗里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 不遵守 我不审判他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弃绝我 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 唯有差我来的父 已经给我命令 叫我说什么 讲什么 我也知道 他的命令 就是永生 故此 我所讲的话 真是照着父 对我所说的 耶稣大声说 信我的不是信我 乃是信那差我来的 人看见我 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 我到世上来 乃是光 叫凡信我的 不住在黑暗里 他还是继续对黑暗 大声疾呼 你看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 不遵守 我不审判他 我本来就不是要来审判世界的 是要来怎么样 拯救世界 这我们讲很多次了 但是呢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到 在末日 要审判他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 因为他讲的都是真的 唯有拆我来的父 已经给我命令 叫我说什么 讲什么 我也知道 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故此 我所讲的话 正是照着父 对我所说的 约翰福音12章这边 已经讲到怎么样 他行了这么多神迹 可是一堆人 还是不相信他 但耶稣没有因为这样放弃 他就仿佛是 古代的那个 以赛亚一样 纵使没有人要听 他仍然继续说 纵使没有人要信他 要杀他 他还是要说 纵使大家都弃绝他 他在世事节 仍然大声的去 再说最后一次 这让我们想到 初埃及记的时候 法老 十次 心刚硬 抵挡神 不愿意悔改 虽然 这个 好像看起来是 这个耶和华 使他心刚硬 耶和华任凭法老 心刚硬 可是耶和华仍然 每一次在法老心刚硬的时候 他还是派摩西 去规劝法老 因此 神没有因为知道 这个人终究是不悔改的 他就会停止 把福音对他宣讲 神不会因为预知 这个人他就是 硬心硬到底 就像那个法老一样 他还是一样会派摩西 会派各样的神迹奇事 要对法老这个 顽梗背音的心说话 这更显出神的荣耀 因为神 他就是不想放弃人 人 总是在抵挡的时候 神是不放弃的 因此弟兄姐妹 我们学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属灵的提醒 你可能觉得 你现在很背逆神 你可能觉得 你已经背逆到一个地步 神已经很讨厌你 不要你了 不会的 就算你再怎么样 抵挡神 神仍然想要挽回你跟我 因为光来 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要定罪我们 是要拯救我们 愿我们的心 都回长 归向我们的神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